來這邊請 他就會叫到這個購物車裡面來 他不喜歡按檢就可以了 很簡單點菜 幾個月前列主人開了第一家的海底撈 今天晚上是我的好朋友Lawrence 邀請我來這邊跟朋友聚餐 我帶你到海底撈裡面去看一下 加拿大的海底撈跟中國的海底撈 有什麼區別 走吧 我剛才穿著這個衣服在外邊 是我都穿好的衣服才跑到門口去拍的 服務會非常的好 因為我沒有想到會服務這麼的好 會把這個給到我 會幫我穿好這兩個修套 所以在加拿大遇到這樣的服務 會有一點意外 用iPad點餐可能大家不會覺得太意外 但我還是會覺得非常方便 最後最後呢 我覺得上菜會非常的快 所以基本上我出去兩三分鐘 這邊菜已經都上過來了 所以目前來說 前十五分鐘的體驗 我覺得還夠不錯 菜單上面呢 也有這個五十塊錢一份的雪花和牛 和牛就這個了 日本紅肉 厲害了啊 哇哦 味道很不錯啊 我覺得是配合這個價格的味道 味道我覺得不錯的啊 嗯 現在呢我們在海底拉就餐大概有三十到四十分鐘了 然後剛剛發生一個在國內很正常 但在這很不正常的事 就是給我們上菜的服務生呢 就跟我們說 因為我剛自己加菜嘛 我自己把菜下到鍋裡邊 然後他就跟我說辛苦你了 然後我就跟他提意見 我說你這樣會搞得其他商家壓力很大 因為哪有說在加拿大我們自己加菜 你要說辛苦你了的啊 我說我來中加拿大五年了 第一次有服務生跟我說辛苦你了啊 讓你自己加菜 你搞得其他商家就壓力很大嘛 對不對 他也知道我在跟他開玩笑在調侃 所以大家哈哈哈哈一落就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加拿大跟中國國內就算不一樣的文化 因為這邊就是禮數差不多到了就好了 不會過分的客氣 但是你要過分的客氣呢 在加拿大就顯得有一點點 就這個海底拉會有這種過分的客氣 我剛才向我們這桌的朋友 極力推薦一個我在北京吃過的好吃的 叫豬腦 然後呢我覺得這家海底拉應該有 因為國內都有 然後我就叫服務員我問他說 你不知道有沒有豬腦 他說哇非常抱歉這沒有豬腦 但是有羊腦我就多問一下 我說為什麼有羊腦沒有豬腦 當然因為在加拿大規定呢 是這邊沒有豬腦賣的 所以你吃不著豬腦 這一頓用餐呢 我們大概吃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我感覺啊他們這樣應該是沒有 翻牌時間的限制 我再確認一下問他們一下 另外一個呢吃完了會給我們第一個 擦手的濕紙巾 我有一個就餐完最後的問題 要問Jay 就是我在海底拉吃飯 有沒有就餐時間的規定 沒有耶 沒有任命 對沒有任命 那我們幫你做 所以我們對第二輪的客人 會比較抱歉一點 因為客人的服務 還會為客人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家海底拉厲害不厲害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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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海底拉是沒有就餐時間的限制 海底拉厲害不厲害 謝謝你們海底拉 很足心認識你們Jay 謝謝你們來海底拉 很足心認識你們Jay 我沒有要你專要的 今夜 我沒有要你專要的 我沒有要你 這人吃了加碗小碎 260加幣 算完的話 4728 每個人大概70多塊 這一通猛聊 聊到晚上11點多了 現在他們還在聊 一群挺有意思的哥嘛 然後我得回家了 家裡邊很晚了 然後回家 對 回家 車停到了 可能跟我在北京吃海底撈 有一個特別重大的區別 就是我在北京吃海底撈 一般停車比較難的話 停車場還會有一個協調的人 海底撈專門幫助你停車的人 甚至停購待客停車的服務 至少我今天在這吃 還沒有停車的服務在這裡的 給你看看 列治人下巴的景色 他嘴巴的鑽根 我會再試試看 我會再試看 我會再試看 現在是在北京的 我會再試看 我會再試看 你會操控的 我會再試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